三姐妹穿这个校服的场景 我真的是看一次绷不住一次 她正常衣服出来还好 她穿跟学生校服出来觉得太抽象了 这身服装不是很适合你们 我操 你那头装的还挺像 就是攀变的那种感觉 不是你要这么想 万一是被篡改的 也有可能 哦对 还有再科普一下 格里昂的那句口头长啊 Chemistory是出自主题曲的名字 还有就是变身金色吧 Gordo Gordo Dotko ga Gordo Zenai Gordo 换锁了 现在里面已经是反派的大本音了 双枪双剑 哦可以哦 你会玩哦 Futabow 双枪老太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她她一直是皮套人啊 你没发现吗 物理接触 隔着皮套不认人是吧 是这样的 鲜尾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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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小蝗虫的质感真好啊 这个赤鲜尾蛇剑 为什么小宝太狼会在鲜尾蛇剑里面啊 也没有细讲 但是小时候的她就是个天才 可以操控凯米还能用炼金术 什么超A炼金术是 不如我宝太狼一根好吧 哦 爸爸平时戴着护目镜啊 哦 爸爸平时戴着护目镜啊 鲜尾蛇剑 哈 流河我 流河我 这个镜头鲜尾蛇剑 这个镜头鲜尾有点问题 哇 超对一部鞋 穿上对一部鞋 走哪都是也 实际上凝组6 扣了个6 这就带不说话 这个镜头鲜尾蛇 就死了 不给你哦 哈哈 孩子可可疑 有一说一其实小宝太狼的演员 跟本岛存在还挺像的 美女之间挺像的 新人掌算先开门 卧操 哇 什么鬼 你看高层的记忆已经全被篡改了 虽说米纳托老师他已经被 有可能被篡改记忆了 但是我看他上级的状态不太像 我装作被你篡改的记忆 对啊 你说那种是更加符合剧情的 哇靠 直接法师 瞧瞧的一 全是等级时 哦 这个也是等级时的 对对对 全是等级时的 所以说他TV第一集被三姐妹摁着打 单纯是因为凯米放光了 所以这有一些普通的 哦 对对对 有可能 世界灵族 没错 世界灵族 你妈 操操 世界灵族已经波罗波罗蛋了 哈哈 球内人 哦 他这里把他尽消除了 完美闭环了是不是 这里肯定还藏着什么信息的 就是为什么他的显尾蛇剑 为什么要下入他记忆 对啊 黎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 就算这个未来改变了 黎明这个未来也不会改变 但他还是选择回到未来 想让过去的自己能够找到不同的道路 他要是不把这玩意儿拔下去 再来的话打开就是老刚那里 那个玩具是这样子 要弄下来才是戈察德类伍 现在一想真的很不好 就是那边老师还在辛苦仗 你怎么是手捏了一个出来 黎明的数据其实很高 现在这个火焰戈察德的数据 远远不如黎明 黎明已经算是半个最终的定位了 可以在上我的speed吗 推进气 推进气的正确打开方式 真帅啊 最高速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MK2出生场拍到 那肯定啊 那个时候是柴奇拍的 真的有点水 可以我这个设计 爆来火了 哇你看这一铁链 破坏这里是真的帅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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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伙伴要大切 哈哈哈哈可以 你那样掴めるはず 最高のガッチャを 最高のガッチャ ガッチャ もしかして 可以可以可以 黎明不知道或许还会不会登场 有可能 オレンジ色の仮面ライダーはやはり消失したか 就我觉得这里是伏笔的 他说的果然嘛 说明他明白黎明是什么人吧 应该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有 AFC支配了世界的那个 也到这里了 也可以 オレは 人とケミーの未来をガッチャするために グリオンの野望を絶対止める だから やっぱりオレは ジャン 大物錬金術師になれ 那明天这个老师一看 老人地铁手机 老人地铁手机 下集独角兽终于要出来了 终于要出来了 然后下集是井上亚树子編曲 相当于后面就变成三个常驻了 就是说 内田玉姬加 常古川归1代加井上亚树子 是谁找了井上亚树子呢 是从古大屋那个俯皮 看他的官网那个说法是 因为某种缘分啊 冲古皮他当时也是 暴太郎的俯皮之一嘛 然后今年他的画面也挺多的 不出意外的话 估计下一部作品 像是下下部作品 战队也好啊 骑士都好 有可能会由他来俯皮了 好吧 感觉好恶心啊 这个试试看 老逼登 流浪地球是吧 流浪月球 流浪月球计划 老逼登慌了是吧 你怎么急就把这个生掉了 他是直接烧掉了吗 华操 会没点那个彩 好畜生 你去把 瓦拉龙干掉是吧 对 华操 参谋掌 我的参谋掌 嘿嘿嘿 出列 出列出列 哇真的要去送死的感觉 这个 嗯 MOD4的回収是多少 24时间后 现在 18时间的外出禁销 每个月 靠啊 这里真的有一种 上场赴死之前 先去跟家人道别的感觉 就地重游 你最后还要找自己的 奇异机在聊聊天 填口又来洗衣服 哦这边打个电话回去 心配中 哈哈 绝对 去吧 Gent Gent 他之前都是叫他Hilmar的 现在叫Gent 哦 诶 土桥那边是有间谍是吧 他那个是把笔记本 顺了过来给参谋掌啊 我把我一下 哎呦 把我一下好一点嘛 我觉得 哇 这里其实是觉得他一去不复反 对对对 这段是有翻译的啊 我等等 给你们念一下 哇 一查到马上就来怼他了 哇 他列子点江山 妈的 这段老逼当是真他妈傻逼啊 这段老逼当是真他妈傻逼啊 这老逼当之前一听到月球砸下来 自己都慌了嘛 他本来是觉得搞不到自己是谁 所以这种人就恶心了 哇 哇 送你个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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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感觉 布莱泽应该也是虚的 他刚刚闪光都没有直接那么亮了 他刚刚闪光都没有直接那么亮了 哇 登场都帅的 哦 是的是的是的 出来就红了 两遍都虚了 不行了 真的打不了 根本没人的 趁你命要你命的感觉 哇靠 还有电锯 真痛啊这个 打不了 去去月球 看我把他推回去 手推月球有点离谱真的 哇你看很恶心 就等你过来吸你 哇 哇操 再进化 还能进化 我操 快阶段了 好圣人这个眼睛 宇宙超人 为了保护闲人 把他分离出去了 不要走 你要抓住的手已经 再陪我跑一圈吧 下集不快要从头打到尾吧 挺紧凑的 二十几分钟能不能讲完 有一说一 对啊我感觉好多东西 但确实好看 这一集真的压迫感跟绝望感拉满 我先给你们念一下B99的那个档案里面大概讲了什么东西啊 可以把有人分享 1999年7月2日 GGF的监控卫星XXP728在地球附近发现了一个不明物体 对此 GGF美国总部向包括日本分布在内的全国所有GGF分支机构发出了二级防御准备预警 两个半小时以后 GGF发现该飞行物正逐渐接近地球 与此同时 神秘的声波被传送到地球 声波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不适 日本分布的中央指挥部认为这是外星人入侵 防卫部随后发射了一枚拦截导弹 击中了飞行物 该飞行物被摧毁 坠入日本海 通过这段内容 包括这一集惠美也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是复仇还是侵略 我其实倾向于是前者 至于为什么是复仇呢 这个其实要涉及到本作的那个主题 你们自己也知道嘛 沟通 就是怎么说呢 当时日本支部他们没有搞清楚他这个东西接近地球 到底是想干什么就把它击毁了 那既然虎桥他那么在意 从始至终牵扯其中 那为什么呢 我只能理解成当年发出了这个机会指令的就是他本人 你既然是觉得他是对地球有害 你发出了这个拦截导弹 我也不好去评判 到底是错还是对 但是结果确实是让那些外星人过来复仇了 但说到底就是因为你们沟通不了 你没有时间沟通 甚至可能说当时已经有专家分析出来 那个信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他们其实是友好交流的 但是呢他还是要强行去发射这个导弹去拦截他 或者说他是事后知道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要掩盖掉这个事情 哦对包括参谋长现在拿到日记本了 应该能够通过这个日记本 找到某些关键的信息 然后就过来逼那个土桥长官 土下座这样子 就是演那个 上级肯定是惠美要去逼宫 对对对 惠美跟那个参谋长一起去逼宫嘛 就演那个半折直数第二季 中面就逼那个老头土下座嘛 我觉得就最不至死吧 土下座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最起码态度要有 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样子 包括他隐瞒这些事情真相 然后关于刚刚那一段啊 就是先的那个家庭戏 我觉得有必要再回看一下 电视在放东西 放那个新闻 注意一下他老婆把电视关了 说明他就知道的 他怕他的儿子猜到什么东西 去担心他的爸爸 所以他要关电视 你们也可以脑补一下 其实呢 闲人在这个之前 已经跟他老婆大概讲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偷偷走 他也不想离别的时候伤感 这种感觉 你看你看这里是已经绷不住了 强烟欢笑呀 对对对 是等闲人走了都他来哭的 他知道自己丈夫的工作了嘛 知道他去 觉得不想让他分析 对对对我懂我懂 确实不能够抱 抱的那一下呢 就是如果正常发展的话 那他老婆是憋不住这个内随 所以呢他去里面做这种克制 是有必要的 不然这个点就不好收了嘛 你看你老公马上要上前先复死 然后你家里人给他太多的负担嘛 万一他妈的老公突然间反悔 不去干这个事情呢 可能地球都没有了 如果他不是Yalish Kanai的话 全人泪都会死 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只能够目送谁的丈夫离他 先给你们讲一下 我今天听复印鬼听到的东西吧 第一点就是第42话 打鱼从亡的时候 拉固雷斯不是一直在 讲他的各种心路历程吗 那个实际上是在第43话的时候 他对着丽塔说的 反向连接你们懂吗 下一点 关门有提到米龙钢他拥有操纵时间还有失控的能力 这个上集也表现得很直白 好吧 这个是米龙钢特有的能力 这集的复印鬼的嘉宾是高野水灯 石野圣人还有九鼎大臣 他们觉得米龙钢这个能力很bug 哦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 高野水灯他早期啊 有想过第二种行径路线的 就是说拉固雷斯是可以死在第42话的 他当时为什么又想让他活下去了呢 其实43话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吧 你们想想如果拉固雷斯他死在第42话的话 那么他就会以一个英雄的身份死去 就是拉固雷斯那段话嘛 不应当因为我做了这些事 而让我做过的恶事被震荡化 对反正就并不能够说因为他最终的结果 和美化的他的见死不救啊 然后当暴君啊这种感觉 高野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诚的表现 所以最终想的就是说要让拉固雷斯活下去 弥补他的过错 还有一个点 大声进人他当时在拍摄的时候 有建议过死也圣人不要太过在意网上的言论 网上的意见啊骂声是很多的嘛 因为你们也知道嘛 毕竟拉固雷斯他前期是一个恶人嘛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哈 拉固雷斯很受欢迎 虽然这个是在情理之中的 因为绝对审判其一的时候 大家应该已经发现有点问题了 他为什么对吉郎没有下杀手 基本上大家都能猜出来他是好人 反正高野他对于前期能够描绘出 拉固雷斯残酷暴君的那个形象是很满意的 然后呢再给你们讲一点就是说 死也圣人实际上有20年以上的战队的观影经验 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挺新奇的 老战队粉了 后面我维基收了一下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战队是什么呢 是电子战队百万连者 我们这边翻译过来叫做数码战队 他当时也比较喜欢重甲B Fighter 我是真的有看过的那部作品 我们这边翻译过来叫做重甲战队 他看了20多年的战队 第42话是他第一次看战队看哭了 当然高野他看到层边其实也哭了好几回 这个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好了 人真入戏的是这样 我把你们是怎样的军王者这部作品 我真正觉得类点会比较低的 应该是杰拉米他顶缀的那一集 那一集要结合前面杰拉米 为了能跟六国和平共处做出的努力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积累很久的一个爆发嘛 特别是最后那一段 他走在那个阳光的大陆下 祝你们做个好梦 真的哇很内幕真的说太混血了 比较触动我的那个点是什么呢 当时杰拉米跑路了嘛 五位军王他们在回忆杰拉米种种的言论 我靠神来自 对对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当时是羊马先鼓了掌 虽然现在他们变成了一种损友的关系 最开始其实羊马是 最早跟杰拉米不对付的就是羊马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集的幕后我再分享一下 其实希鲁比鲁在挑衅他们的时候 五位军王其实是有其他台词的 最后面是三简 那只剩下一两句了 其实我觉得那样是无声乐愤 对对对对对对 你很明显能够感觉到 就每个人的怒气质都满了 十野圣人的那个 我再稍微科普一下 他的初到时候是假面其实是阿吉托 对对对对 你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梗 童年的紫飞机 之前叉将还翻译了一下大神 在我能够描绘拉库雷斯的真心的这个时机 能够由十野圣人这个演员来演绎塑造的这个角色 我感到很幸福 拉库雷斯这个角色是从一开始就选定演员了 这是不允许妥协的 懂了吧 就一开始先找他 如果他不愿意再去找别人这样子 因为既然是名为君王者的节目 那么第一集中就应该展现出绝对的王者形象 而拉库雷斯就是其中心人物 当然拉库雷斯是邪制暴虐之王这一点 在第一集的后半部分就已经明确了 第一集开头 以君王者形象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脑海中的角色 毫无疑问是拉库雷斯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种存在感 能让其他的国王保持沉默 同时也决定了在后续 要让拉库雷斯变成为大敲甲王者战斗 其强大必须是压倒性的才行 而且他同时还是击打了哥哥 没错年纪轻轻就必须成为国王 还要有相应的威严 导致拉库雷斯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非常困难 于是我们选择了死野圣人先生 死野先生饰演的拉库雷斯 在拍摄前就能看到他威风凛凛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喜欢死野先生的戏剧 因此就很想看死野先生出演拉库雷斯 哎说白了他妈就是公费追星 这个就是等望月佐 我很喜欢木下半太写的小说跟他的电影 所以我要请木下半太来 当《假面骑士》李拜祠的编剧 当然这个演员就没什么所谓 他觉得这个演员能够演得出那种感觉 那就演是不是 确实演出了 虽然尝试发出了邀请 但是否能真的接受这个角色还是半信半语 毕竟是儿童节目特色战队这种 虽然每个人对超级战队系列的印象都不一样 但也有先入为主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形象也是标签 如果被当成包袱来看待的话 不难想象选角会遇到困难 但是死野先生不是看形象 而是看了内容就接受了 毋庸置疑死野先生能出演拉库雷斯 是这个节目最大的幸运之一 然后刚刚我也克服过哈 其实老公雷斯他有二十几年的战队观影经验 对吧 就老战队粉了 你给我发off 我有可能不接吗 是不是 就是有可能人家也挺想演 对对对双向奔赴了嘛 是不是 MARK 2 MARK 3 你还演上了 经系列斯 他头上那个是在转 其他人还好 阳马确实没有马上去接收拉库雷斯的道理 因为他真的被搞了很多续 被搞得很慘啊 好不好 差點死了 其實我昨天還腦補了一下 我還以為當年楊瑪的那個王子證明 是繞到了修格達姆的手上嘛 然後楊瑪為了要回這個王子證明 被拉庫雷斯逼著去弄那些王者聖劍啊 修之神這樣子 我還以為會講一些這樣的過往之類的嘛 決鬥審判 決鬥騎士 哎喲 哎喲 你一定寵他吧 開始邪心化了 所有的床都去撞敲宗哲 哦 笑笑笑笑 先把實力最強的幹掉 最強但也是最好欺負的傢伙 對 脱落 呵呵呵 こいつがどうなっても いいのか 言い訳ないな 我自裁 6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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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秒情太搞笑了 主要是拉庫雷斯他嚴肅了40多集 然後這集開始放飛自我 笑死我了 這要反差門 我沒用 全是拉庫雷斯 他就走 誰是丟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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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丟臉的 我丟臉的 我沒有用 誰是丟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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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你 誰是丟臉的 阿尼尾有特权啊知道没有 阿尼尾 阿尼尾 我队友养满了我们见了 套剑 这里有个细节只有老黑说话了 噢西路比鲁已经开始洗脑了是吧 所以老黑他是对方套剑的 所以他来套剑的 他奶奶的玩鹰的是吧 大胖男火火 大胖男 你好 西路比鲁克星 这个王者证明的力量很恐怖 其实这也对应上拉库雷斯 开头说那句话嘛 不善加利用的话就会变成这种局面 你看一个王者证明就可以灭掉整个世界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证明的力量 六证明合一更强 亚马他那个震惊的表情也真的很好 他看到下面一片火海 或者也是说他其实已经登上顶点了 所以他的洗脑已经解除了 大家上激拉另一拳就打清醒了 人格修正拳也行 你怎么理解都行 我擦自我催眠 什么特级五号 特级的走向跟我上周猜的真的大差不差吧 注意这个基础军王者是有两个王者之中的力量加持的 所以怎么说呢 无道化已经不够看了 哦对哦那大铁局估计真的是二十几打羽虫王这样子 然后六王者证明合一样 对对对 八道子后面搞那种全人类一起开军王者这样子 就那一年我也变成了光那种感觉嘛 也可以的 人类跟风从奈落都聚集到军王者上是吧 对 这只台词是第二集他们第一次开罗伯的台词 对对对 宝贝 哦 哦 哦我懂我懂 就是在教养 这点是科贝克 因为第一集唯一一个不愿意同盟的是他 现在他来主动 因为第一集如果不是羊马搞 是五国早就已经同盟了 其实你现在一看一开始 阿库雷是想要统一所有国家 理由之一也是想要大家团结一致 激活王者的证明吧 快来快来我的小雀 什么贤妙魔 所以也是在他的算计之中 对 拉库雷斯的含金量 所以我觉得高野这波操作是真的很顶级的 就是他没有把拉库雷斯斜死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通过拉库雷斯 以往做的种种行径 再去Q到羊马他那个一直想要登上顶点的想法 让他理解他真正要登上顶点究竟是什么样的 他这一点就是把羊马吸引敌敌 把修克达姆踩在脚底下那种心态给伴证了 这也是 也因为他的这一波操作 让每一个君王心甘情愿的形成了六国同盟 而且还进一步把拉库雷斯的内心系给勾勒出来了 因为按照我们以往那种理解 像是第17集的时候 羊马不是差点死在那个一级将军的手上吗 那个时候拉库雷斯的那个大校呢 按照我们早期的理解 不对啊 对 但是按照拉库雷斯刚刚的那个说法呢 在那个时间点 他确实是被全力熏心那种感觉嘛 也正是因为那个时期他迷思过 他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该被正当化 才能够让他后面赎罪更加有说服力 其实也是前呼后应的一种关系嘛 怎么说呢其实我真的挺喜欢高野这种处理剧情的方式的 他前呼后应的点特别多 包括了Kobe的台词 包括这集最大战的时候最后两句台词 就是那个曲曲杂鱼嘛 还有一个你的头抬太高了 那两句台词其实第一次 姬拉跟两马开罗伯的时候也说过 包括决斗其三 拉库雷斯暗示姬拉玩偷袭的时候 他说那个 决斗审判其一其二的时候 姬拉都说过相同的台词 第三次呢 拉库雷斯他复述了一遍姬拉的台词 所以姬拉就懂了 不然你们想想 姬拉那个朱老师 他能够跌到要玩偷袭吗 高野水平真的通过军王者展现的挺好的 反观某位高野的师兄是不是 别骂了别骂了别骂 算了算了 不辱了不辱了 好吧 就希望高野后续能够更多的参与进战队也好 骑士这边的作品之中的好不好